男人揭开腰间的皮带 闭进床脚的女孩 女孩拿起小提琴向她示好 反被男人狠狠地扔在地上一脚踩烂 还删了女孩几巴掌 不顾女孩的挣扎压在她的身上撕扯衣服 她发出气地的叫声 却引来了男人更加残忍的折磨 此起彼伏的尖叫和哭喊声 在这座宅院里回答 这里是日军的维安副所 刚刚提到的女孩叫颜希 她和这座维安所的其他女孩一样 是被日本人通过诱骗和强迫的手段 征绩而来 她们是新一批进入这家维安所的维安妇 这些女孩大都来自朝鲜 中国 日本等地区 她们茫然地被摇摇晃晃的火车 带到了一个堪比地狱的地方 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士兵 她们以一种高傲的姿态 看着这些女孩 试图对这些单纯的女孩洗脑 让她们好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还厚言无耻地说 这是为国家贡献 随后女孩们被带领到一个屋子里 她们轮流被绑在椅子上 被日本医生强行监察神器 毫无尊严可言 紧接着 她们被集中到一个屋子里 日军让她们把衣服脱掉 朝她们喷洒药水 进行消毒 消毒结束后 女孩们纷纷被带往 已经分配好的小房间里 颜希被分到了八号房 她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被日军强行夺走她的真切 一个接着一个 她们嘴里还说着一些无言晦语的话 对颜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凌辱 不堪痛苦的她 哭喊着叫妈妈 但是没有人来救她 直到日军发泄完毕 才获得一丝喘息的时间 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要不是胸口还在微微地起伏 仿佛像是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的娃娃 其他的女孩也像颜希一样 正在遭遇日军残酷的折磨 她们死心裂肺的惨叫 回荡在整栋为安所 自日一早 在院子里坐满了 昨夜被日军折磨的女孩们 她们一个个都遍体鳞伤 有的甚至已经数不起 被多少个日军蹂躏了 女孩们捂着肚子 举步为坚地走向椅子 小心翼翼地坐下 她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互相安慰着彼此 唾弃日军的暴行 而一个叼着烟的女人 公子 看着那些少女 面对这些事情 她早已看透了 严希正在给妹妹小镇 擦拭额头上的伤口 这时经营这下 欧阳所的日本商人 山前 却拉响了恶魔的铃声 日军在欧阳所门口 排起长队 在前台领举号码牌 紧接着 坐在各个房间的长椅上 等待着上一个日军的结束 公子是日本少数 欧阳府的其中一个 此时 他正抱着一个日军 进行精神和情感上的抚慰 这片刻的安宁 被一个男人的惨叫声打破 是来自中国的女孩丹丹 他咬了一个日军 并喘了她一叫 山前听到惨叫后 急匆匆的跑来 直接打了一巴掌 随即将她拖到所长的屋里 所长叫人把丹丹 绑在椅子上 抬起丹丹的脸 丹丹的眼里 满是倔强喝不去 他嘲讽地笑了一下 直接吐了一口唾沫 到所长的脸上 恼羞成怼的所长 狠狠地扇了她几巴掌 但她并没有屈服 反而恶狠狠地 瞪着日军 她是一个不畏强权 有骨气的中国人 当初在前往慰安所的路上 她不愿和那些 残害祖国的日本人说话 和他们起了冲突 她按着日本人的脖子 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然而 寡不敌众的丹丹 被打得蛮力伤狠 都没有求饶 慰安所的铃声 日复一日地响起 这里的女孩们 每天都要被数不清的日军揉力 连年纪上小的小珍 也不例外 她普遍姐姐延细的怀里 受弱的神菌在不断地颤抖着 她用头不断地撞在床上 呼喊着 姐姐我好害怕 紧接着突然小出声 双手合起不断摩擦 大树求你放过我 小珍因为受不了日军的羞辱 精神出现了问题 她坐在地上 对着空狂的夜色 独自哼着歌 这个疯掉的女孩 并没有取得日本人的同情 所长确认她真的疯了之后 丧心病狂地 把她当成活体 进行生化实验 严细被困在欧阳所里 遭受费针的折磨 妹妹小珍使她坚持下去的勇气 然而在第二天清晨 院前景边的松树上 小珍用一根裙带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亲眼看到小珍自杀的严细 几乎崩溃 她趴在小珍的实体上 痛苦不已 扫心病狂的山前 竟然还责怪她 没有多接一单客人 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正是冷酷残忍之计 妹妹小珍的事实 成为压垮芸汐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用一片树叶 吹着悲伤的雪雕 仿佛在和这个世界做告别 她对着镜子 梳妆打板自杀了 然而 她并没有逃离这个地狱 被及时赶来的丹丹 和一名韩国士兵小珍救了下来 丹丹扣扣扣心地劝解她 即使她死了 也会有其他的女孩 来代替她的位置 这样 又会有更多的人受伤害 只有好好活下去 才能获得希望 这天小珍也特意来到八号房 丹丹正在整理床铺 看到有人进来 就自行地躺在床上 然而小珍并没有做出多余的举动 只是站在床边 劝告她珍惜生命 这番话犹如春日的细雨 在丹丹的心里留下痕迹 此次 小珍来到八号房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并没有侮辱强迫她 反而只是简单地聊天谈心 偶尔还会带一些小礼物 过来送给她 丹丹也折服于小珍的温柔礼 浓浓的爱意 也渐渐笼罩在两人身上 公子发现了这一切 没有搞法 现在为他们保守秘密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 丹丹丹丹 这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女孩 相互依靠 互诉忠常 她们相互诉说着自己的理想 以及被拐来当为安妇之前的生活状况 三人在交情的过程中 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在之后的接客时间里 为了给两人多一些相处的时间 丹丹和公子主动帮她接待 丹丹丹门口的日君 可惜 豪情不长 随着战事的剪辑 小琴告诉丹丹 自己马上要上前线了 她希望丹丹好好的活着 等她回来 并送给丹丹一个 乌旺草的蓝色发卡 作为定情信物 她们深情地望着对方 在这昏暗的灯光下 相濡以沫 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老实说 在这种地方 能找到一个爱护自己的人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次日 小琴奔赴战场 在清冷的月光下 小琴蹲在草丛中 满脸温柔地 给丹丹丹写信 丹丹坐在床上 望着窗外的月光 手里攥着 小琴送给她的发卡 深深地思念着她 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丹丹怀孕了 是小琴的孩子 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同时这也意味着 燕西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不能接客 对于维利仕途的山前来说 这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所以她不允许孩子出生 这时 公子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 给山前 近前眼开的山前 立马同意了这件事 避免了燕西失去孩子 同时八号房也进入停业时期 转眼十月就过去了 尽管营养跟不上 条件很艰辛 但是在丹丹和公子的帮助下 燕西顺利生下孩子 然而这个刚出生的孩子 却没能等到父亲的到来 小琴在战场上牺牲了 小琴的战友给燕西 带来了她的义务 战友说 小琴在临死前仍对她 念念不忘 燕西抱着孩子 看着小琴的义务 一时间悲痛欲绝 曾经的期盼 和幻想过的未来 全都成了泡沫 但是为了孩子 不得不继续苟且地活着 她照旧杰克 眼神空洞 却又饱含泪水的 躺在日军的身下 而一旁的孩子嚎啕大哭 似乎在斥责这个 没有良知的日本人 因为孩子的哭闹声 吵到了士兵们 让山前的生意不断流失 她不能容忍这个孩子 损坏她的生意 于是她扫到所长 出没划策 让人合计 直接抱走了孩子 打算将她 丢弃在村庄里 燕西得知情况后 立马跑去 求山前和所长 要回孩子 然而这个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 他们放过孩子的女人 并没有引起 山前和所长的 恻隐之心 反而对她 大打出手 燕西崩溃大哭 最终是公子 冒着生命危险 将孩子抱回来 燕西和她的孩子 长期被困在 园线里 渐渐地 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然而 丹丹最终爆发了 再也忍受不了 这种痛不欲生的生活 于是她决定 离开这个 可怕的地方 并且已经摸索清楚了 附近的地形 燕西因为孩子年幼 经不起折腾 所以 没有跟随丹丹 一起逃跑 只能待在房间里 默默地 为她祈祷 而公子 拿出自己的手势 给丹丹当作路费 希望她能好好活下去 这天 丹丹趁着日军的 减度减弱 尝试着逃跑 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 可就在她 即将要跑出去的时候 还是被一个日军 给发现了 丹丹没能逃跑成功 可想而知 她接下来面临的 将是无尽的折磨 丹丹被带回 外安所之后 直接将她 吊在所长的屋子里 日军拿着鞭子 狠狠地抽在她身上 丹丹宁死不去 她用随虚弱 但铿锵的语气 辱骂日本军人 她一身傲骨 绝不屈服于日本人 这是一个 切骨蒸蒸的中国人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即使身处劣势 也不会就此屈服 丹丹的唾骂 彻底激怒了所长 她决定 处则丹丹 隐行交友 第二天清晨 丹丹的四肢 被麻省 绑在木桩上 所有的外安妇 站在屋前 害怕地抽泣着 丹丹慢慢地转过头 泪水顺着她的眼眶流下 满眼绝望地 看着燕熙和公子 似乎和他们 在做最后的告别 丹丹转过头 看向天空 静静地等待出绝 所长缓缓走到她的身边 一旁的军官 摆起出绝的手势 围绕在丹丹身边的日军 纷纷举起了枪 然而 残暴的日本人居然说 对于这种叛逃的女人 不配用子弹 于是 所长抽出了一把长刀 刀锋顺着她的胸口向下 而丹丹并没有露出 害怕的神经 坚定而有力地大喊一声 中国人会站起来的 随后便倒在雪坡里 非人道的日本 最后还是投降认输了 所有的日本士兵 跪地垂拳痛哭 有的还举起匕首 选择抛扶自己 相反 在乌安府的院子里 到处充斥着 与人们欢乐的销声 日本失败了 他们解脱了 可以回家了 坐在屋里的烟熙 开心地带上那枚 乌王草发卡 严夕以为自己和孩子 终于有救了 然而 所有的美好 犹如昙花一现 日群召集了 所有的乌安府 将他们集中在 一桌空地上 所有的女人都以为 日本人大发好心 将他们送回家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一枪枪 冰冷的子弹 这群遭受了 非人折磨的女人 最后也没有得到 好的善重 他们的灵魂 也被永久地 禁锢在这里 不能回到那个 日思夜想的家校 等公子抱着孩子 来到空地上时 看到的是一具具尸体 凌乱地躺在地上 公子找到燕熙哭喊着 燕熙临死前 将孩子托付给公子 并把头上带着的 汪王草发卡交给他 转眼来到几十年后 吹目之年的公子 目不转睛地 看着电视机里 宣告的 日本慰安妇的判决结果 瞬间泪流满面 他戴上汪王草的发卡 将一切的真相 如实地 告诉燕熙的女儿 痛苦的过往被揭开 两人紧紧地 抱在一起 温暖彼此 伤痕累累的心 紧接着 他们前往 韩国慰安所纪念馆 公子虔诚地 跪在纪念雕像前 为自己国家 所犯下的罪 忏悔道歉 最后的慰安妇 是韩国导演林瑞 根据现存的慰安妇 真实经历 改编而成的电影 他真实地揭开了 战争残酷的另一面 生不逢时的女人们 被迫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慰安妇的存在 也成为日本 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人 时间只能治愈 他们的伤口 却抚平不了 他们的伤疤 当年那些 经历过痛苦时光的人 虽然正在逐渐地 消失在这世上 但他们的付出 都会被历史牢记 被我们牢记